古往今来,除了那些冠绝天下的伟人,没有谁能一直接受岁月的垂青,哪怕有再多成就,也无法永远保持辉煌地位。 狄龙曾叱咤影坛,是无数少女心中的白马王子,也是许多圈内人的老大哥。 时光如梭,如今的他,已退下所有光芒,成为了一个平凡的老人。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他的故事。 1946年,狄龙出生于香港,原名谭富荣。 虽然名字非常富贵荣华,但狄龙自幼家庭,从小跟着母亲艰难求生,饭都吃不饱,鞋帮和鞋底都分家了,还要用鱼线粉起来接着穿。 由于兄弟姐妹众多,母亲根本无暇顾及狄龙,导致他曾被汽车撞骨折,被开水烫脱皮,甚至务实药水被送到医院洗胃。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十岁时,狄龙就开始踩着自行车给人送货。 由于长期从事体力劳动,但营养又跟不上,狄龙十分瘦弱,或外号老鼠,经常被混混欺负。 为了摆脱老鼠的命运,狄龙做出了一个改变一生的选择。 为了保护自己,狄龙立志强身健体,还报名参加了永春国术班,师从叶问的弟子招运。 几年后,身体逐渐强壮的狄龙,在姐姐的介绍下,到尖沙子一家洋装店做裁缝学徒。 为了和外国顾客畅通无阻的沟通,狄龙开始学习英语。 短短一年时间,就从学徒身为师傅,成为月薪2000多元港币的高薪打工人。 那时,狄龙白天上班,晚上练武,钱包和鸡肉一起日渐分营,终于摆脱鸡瓶鸡肉的老鼠时代。 然而,一个巨星的出现,让狄龙安稳富足的生活,顿时躁动起来。 1967年,由装车导演王宇主演的武侠片《独臂刀横空出世》,成为香港第一部票房超过百万的电影。 21岁的采分狄龙也贡献了一张电影票。 看着荧幕上微风凛凛的王宇,狄龙羡慕不已。 因为常年健身习武,狄龙早已练就一身腱子肉,胸肌、腹肌、公爱投机应有尽有。 于是,他也有样学样,模仿偶像王宇舞刀弄剑,并渐渐门生了当明星的梦想。 幸运的是,在武侠片的月巢下,狄龙这身硬邦邦的剑子肉,很快就为他敲开了娱乐圈的大门。 1968年,邵氏招募演员,22岁的狄龙慕名前网,平级阴镜外形和满身肌肉,被张撤一眼相中。 成功进入少师的南国演员训练班。 在那里,狄龙每天都要学习剑、棍、骑马、翻跟斗等各项技能,生活十分充实。 那时,狄龙愁出满志,一星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成为像偶像王宇那样的主角。 不料,第一次闪亮登场,就被泼了盆冷水。 1969年,狄龙在恩师张撤导演、偶像王宇主演的电影《独臂刀王》中打酱油,饰演一个坦胸怒辱的白衣少侠。 虽然只有一句台词,但从没演过戏的狄龙,十分认真地在家排练了上千次。 结果拍摄时,狄龙一开口,跌脚的普通话还是引发了哄堂大笑。 说完唯一的一句台词后,狄龙就领合办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电影中,还有一个和狄龙旗鼓相当的炮灰角色。 就是同样一出场就被秒了的江大卫,他是秦佩的弟弟,尔东森的哥哥, 事后与狄龙出双入队的顶流影帝。 虽然狄江二人在片中戏份不多,但眼光独到的张彻, 却从两人身上看到了别的东西,很快便记上心来, 彻底改写了狄江二人的命运。 这一年,江大卫二十二岁,原本是一名玩命的龙虎武师, 一年前被王妇演化的老友张彻发掘,与少氏签约, 和狄龙一起进入张家班。 与狄龙不同,出身演艺之家的江大卫, 从小耳濡目染,在演习方面颇有天赋,性格也比较歪放。 而苦出身的狄龙,没有任何表演经验, 全靠后天努力,时常感到自卑,因此性格也相对内敛些。 除此之外,两人的外形也非常互补, 江大卫身材瘦小,长相阴柔, 狄龙身材高大,长相晋朗。 于是,张彻记上心来,决定将两人打造成一对黄金搭档。 同年,张彻导演文艺片死角, 让狄龙担任男主角, 与男二号江大卫首次正式合作, 搭档的女主角则是娃娃影后李庆。 只可惜,由于内容前卫尺度较大, 这部新浪潮电影在香港上映七天就被强制下架了, 在新加坡等地也被禁演,狄龙出师不力。 但这之后,由江大卫担任男一号, 狄龙担任男二号的保镖《报仇》、 《十三太保》等电影,均大获成功。 评级电影《报仇》, 江大卫更是斩获第十六届亚洲影展最佳男主角奖, 成为香港历史上的第一个影帝, 一时分头无两。 但江大卫却说, 总觉得要得奖, 应该是我们俩同事得才对。 毕竟, 平平合作的迪江二人, 感情早已在朝夕相处中迅速升温, 同吃同住, 情同手足。 然而, 跑到同穿一条裤子的这对好兄弟, 没有料到, 事后竟会以那样的方式分道扬镳, 此后, 两人又合作了恩师张彻导演的《双侠》, 《星独碧刀》, 《水浒传》等多部武侠片。 片中, 江大卫饰演的大多是叛逆傲娇的浪子, 很受女生喜爱。 一书, 李碧华都是他的头号迷妹, 迪龙则多以刚一目睹的少侠形象世人, 更受男性观众欢迎。 配合默契的两人, 千粉无数, 迪江也渐渐成为公认的票房保证。 在武侠片的黄金时代, 迪江迅速飞升顶流, 成为名满湘江的双子星。 当年, 迪不离江, 江不离迪一度闯为佳化。 谁也没想到, 出双入队的迪将二人, 事后竟会陷入迪不见江, 江不见迪的僵局。 当然, 那是后话了。 在那之前, 迪江一直情同手足, 但在大多数电影中, 迪龙都是作为江大卫的陪衬, 本就因出身感到自卑的迪龙, 心中难免不快。 但很快, 迪龙就抓住了一个扭转乾坤的机会。 1972年, 张彻导演改编自 《清朝四大奇案之一刺马案》的复仇电影《刺马》, 派出黄金搭档迪江, 再度携手主演。 由于男主角马兴瑜是个抢了兄弟老婆, 还杀了兄弟的大坏蛋, 江大卫没什么兴致, 但迪龙却觉得自己从未演过反派, 不妨突破一下。 于是, 张彻结合迪龙的正派形象, 将马兴瑜塑造成了一个一阵一邪的反派野心家。 没想到, 首次从这一少侠转型奸诈反派的迪龙, 竟大获成功。 1973年年初, 刺马上映后轰动一时, 27岁的迪龙成功斩获第11届台湾电影金马奖优秀演员特别奖, 明显有了赶超江大卫之势。 手拿奖杯的迪龙, 终于有了得到深刻的感觉。 他买名牌车, 买新衣服, 还去东南亚溜大了一千, 感觉人生突然走上了巅峰。 当然, 这并没有影响迪江二人的兄弟情谊。 用迪龙的话来说, 两人这是良性竞争, 迪龙得奖, 江大卫也由衷地为好兄弟开心。 反倒是恩师张彻的一个决定, 上他一手打造的迪江双侠分奔灵犀。 1974年, 张彻带领张家班远赴台湾盛, 成立场工电影公司, 准备扶持两大德意弟子迪龙, 江大卫做导演。 话说张导演是妥妥的端水大师, 上迪龙导演电单车, 江大卫导演吸毒者, 迪龙再导一步后生, 两人你一步我一步, 谁也不吃亏, 可导着导着, 问题就出现了。 两人不仅要导演自己的电影, 还要出演对方导演的电影, 难免分身乏术, 难以兼顾, 搞得两人都觉得对方 没把自己的电影当回事。 而且, 以前两人都是演员, 只用负责演好戏, 现在就要在导演和演员的身份之间 来回切换, 性格本就不同的两人, 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分歧。 俗话说, 兄弟齐心, 其力断金, 如果兄弟不起心, 自然难以尘世。 果然, 两人导演的电影上映后, 你一步我一步的, 扑得前扑后继, 这让狄龙大受打击, 决定回头专心做演员, 但将大卫却不以为然, 继续朝着导演之路昂首挺进。 自此, 两人的人生就注定是一项不同的方向了, 但毕竟是同志一碗饭的好兄弟, 就算方向不同意见不合, 也不至于轻易一拍两散。 然而, 接下来的一件事, 却让裂痕进一步加大。 1975年, 李汉祥筹拍电影《倾国清晨》, 找少爷夫和张彻借来当红的黄金搭档迪江, 狄龙担任男主角, 饰演光绪皇帝, 江大卫则演他身边的小太监扣连财。 据说, 江大卫本来不乐意给狄龙抬咖, 狄龙得之后也不乐意了, 喊话我给你抬咖那么多次, 你给我抬一次又怎么样? 后来江大卫同意出演。 结果, 李汉祥看江大卫演得好, 不停给他加戏, 分头差点盖过狄龙, 狄龙又不乐意了。 就这样, 这对好兄弟渐渐产生嫌隙, 狄江的不合传闻甚嚣沉上。 但狄龙澄清说, 他并没有要求江大卫出演, 至于真相如何, 唐人就不得而知了。 总之, 倾国卿尘之后, 狄龙与江大卫再也没有正儿八经地合作过, 即便同派一部戏, 也不再有旗鼓相当的对手戏, 当年的狄江双侠变成了王不见王。 多年后, 狄龙才回应不合传闻, 暗指两人是转型做导演之后, 才渐行渐远的。 但江大卫似乎不以为言, 只感慨朋友可以共患难, 却不可共富贵, 还赌气式地说, 狄龙不以我为友倒无所谓, 只要不把我视为敌人就好了。 反目成仇当然不至于, 但两人却已形同陌路, 好在一件形式冲淡了失去兄弟的痛苦, 与好兄弟分道扬镳的这一年, 29岁的狄龙与19岁的少氏演员陶敏明, 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 当时陶敏明在电视台当舞蹈艺人, 狄龙刚好碰见他跳舞, 于是就动了心。 后来狄龙和他交谈才知道, 原来对方才14岁, 于是狄龙就一直等到他18岁晨年之日, 才正式告白。 当时的狄龙被誉为古装第一美男, 但心里只有陶敏明一个人。 在妻子19岁时, 他就向他求婚, 两人正式成为了夫妻。 婚后, 陶敏明逐渐退出演艺圈, 打理服装店生意。 1980年, 他们有了爱情结晶, 谭俊燕, 狄龙夫妇和寻常夫妻一样, 生活上避免不了磕磕绊绊。 李翰祥说狄龙教训妻子, 就像教导主任教训小学生一样, 大男人气场十足。 有记者问过狄龙, 当年他大红的时候, 是否在婚内受过引诱, 他内疚的承认有过。 年轻时, 他觉得自己拍戏很辛苦, 希望回家就能看到太太, 但陶敏明却天天出去玩, 不着家, 也不管孩子。 他心里很郁闷, 就经常出去喝闷酒, 还认识了一个欢场女子。 夫妇俩因此经常吵架, 甚至写一分居, 最终他知错就改, 而陶敏明也大方原谅他。 两人从此幸福生活了几十年, 陶敏明平日会精心照顾他, 更嘱咐他按时吃酱鸭药, 因此他晚年身体不错, 没有被疾病困扰, 本来他们还有机会再要一个孩子, 但由于陶敏明身体不太好, 放弃了要二胎的愿望, 狄龙就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儿子谭俊燕的教育上。 1985年, 邵氏江和日夏, 前翠宣布电影停产, 辞退了年老色衰的狄龙, 再加上古龙林氏, 张彻氏衰, 香港武侠片的黄金时代就此宣告终结。 这一年, 年近四十的狄龙发际线越来越高, 头发越来越稀疏, 昔日之身闯江湖的大侠, 也只能独自面对中年失业地的窘境, 曾经初双入队的仙衣怒马少年郎, 如今却各自老去, 分道扬镳, 实在令人唏嘘, 而那个曾经热烈的江湖, 也早已一去不返。